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杨阿姨 我是路遥 我是路遥 今天看过我们节目 你是安徽人是吗 对 我也是安徽人 你也是安徽人 我是安徽合肥的 你们家也是合肥的是吗 对 听导演说了 我们家房子买在合肥 现在家里在合肥 还有房子 对 叔叔今天没来 来了 他开车来了 就旁边 那跟教师叔叔 咱们一起上去呗 刚才我看他说 这个叔叔是吗 叔叔您好 我是路遥 咱们就现在上去呗 困难很多 首先我们到达上海了之后 父母他有很多的担心 因为第一个担心就是 女儿会不会接受他这个问题 会不会正面的来面对他心里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所有做父母的一个担心都可以理解的 但是呢 父母很纠结 父母一方面是想把这个女儿的心结打开 另一方面呢 又担心女儿不去接受 所以我觉得做通这个父母的工作 跟怎样去把这个女儿的心结打开 是我们重逢团队一直在研究 也一直在努力的方向吧 跟女儿关系前几年也有比较好的时候是吧 说还出来散步呢 对 是每天都出来散步吗 去年呢是每天都带他出去 年龄都那两个月 那平时嘛我就想叫他出去 他不同意 去年的特兰业他说我想出去走走 我就每天就带他 每天我再忙我都愿意 我再累我都不说累 我说只要你愿意出去 我们每天都走了好几里 也就是专门出来到这样的地方 就溜达一下 顺着路边上走嘛 每天就带他晚上 每天晚上都去 其实就是为了 就是让女儿能出来走动一下 跟女儿有一个聊天的机会 对 在大致了解委托人 与女儿的基本情况后 好久不见试试组 选择了一处安静的环境 对嘉宾进行深度访谈 他自己怎么说的 就是说愿我们 没有好好地供养他读书 现在嘛你看 妹也没有文化 加上在身体上面 他认为有点毛病 所以 你就更加不愿意和我们见试 其实在我们之前沟通了解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发现女孩的异样 后来在后期深入的了解当中呢 他的父亲就说出了可能他的一个女儿心理上会有一些问题 所以当时我们在经过协商还有经过推断之后吧 我们立刻联系了重复制者燕林 然后呢让燕林去联系系列老师黄老师 看看能不能通过这个黄老师来帮助解决他家的问题 他的话多吗 性格怎么样 话不太多 跟内向 像没有出现过 这样的情况以后 话就不太多 心理上导致的 就是身体上会觉得有反应 难受是吧 对 因为你看我们听你刚才在说的 是在想 这个孩子 其实他女的 他觉得一些人一些事情 不在乎或者针对我的时候 那一次行两次行 时间就有个身体就有反应 但是这个孩子和别人还有不一样的地方 就我们大多数知道说 小孩自卑的话 说我不好不管 但我们看到的是这个孩子 当他认为他自己不好的时候 他会把自己的事情 要么就是爸爸妈妈 你们没有好好跟我上学 或者说要么就是你们怎么怎么样 为了能够使李先生 更简单地了解自己女儿的情况 心理学家黄小梅 也谈起了自己生活中的例子 他在上初中的时候 就比较少许多远 就没有在这个学校旁边 说找个房子呀 然后为了救他上学 没有说这个问题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假如说 妈妈要是每天送你上学 每天接你放学 假如说每天忙 我来说不接你 我什么感觉 他说我不高兴 我说为什么呀 他说那你凭什么不接啊 你每天都接我送我 你凭什么不接我送我呢 然后我就笑了 我说好 你说得很真诚 我也很开心 我说假如说 从你上学开始 上初中开始 我就不去送你 也不去接你 然后我领域 我一天出现 我说你什么感觉 他说我特别开心 我很兴奋 你怎么来了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事一样 因为家长给了孩子一种习惯性的给予状态 你不给我了就是你的错 这不是我的错 明白明白 对就是这样 一个节目能在荧幕前完美的呈现 少不了幕后工作者的幕后付出 而编导就是节目中最重要的一环 我到今天为止 做媒体应该能有将近20年的时间了 因为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 就来到了 当时是在电台 然后在电台工作了7年之后 就来到了电视台 其实做我们导演的话 是一个非常繁琐的工作 因为在电视台呢 如果同行都知道 我们是编导制 什么叫编导制呢 就是编导负责 所有的这个协调也好啊 选题拍摄也好啊 包括后勤工作 都是要编导来负责的 比如先讲讲这个跟嘉宾沟通 那嘉宾呢 我们就要定一下什么时间去 什么时间拍摄 包括呢 什么时间去帮他解决他的诉求 这个是我们要跟嘉宾沟通的 其次呢 我们还要跟摄像大哥 摄像大哥沟通的呢 就是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画面 来展示嘉宾当时的情景 比如说一个嘉宾 他特别思念他的儿子 我们通过什么样的画面 什么样的角度 能够展现出他这种思念之情 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跟摄像大哥来沟通的 其实有的时候 我们编导的角度 跟摄像大哥角度是不同的嘛 所以会发生一些小冲突 其实大家通过电视可以看到 我们好久不见近期在做很多特别的节目 有两期呢 是我参与其中的 第一期呢 就是电网的工作人员 现场录制当中的话 其实我感受比较深的话 可能是幕后的一些 因为很多电网的工作人员 他们是没有时间吃饭的 在我们当时拍摄的时候 正好赶到中午 然后他们当时就是站在一个电网的 一个属于维修车旁边来吃这个饭 当时我看只有五分钟的时间 是我看到的 他们急匆匆地把饭拿到嘴边 但是因为天气还好嘛 我觉得应该是稳的 但是如果要是到现在这个天气 可能是长春会比较冷一些 他们吃到的就是凉饭 但是在他们口中非常乐观 我觉得这是很感染我的 因为他们在吃这个饭的时候 也不忘记这个眼睛 在看着四处 看着电网的一些 他们的设备啊什么的 但是他们说能吃一口饭 能让他们知道休息五分钟 就很满足了 其实我觉得一个工作 给每个人带来的 不光是一个经济上的收入吧 他可以从这个工作当中 体会到自己的快乐 我觉得这个是很让我感动的 然后咱们先留四孙 还是这个身体 上面的 先在上面 然后 先那么高是吧 对对对 好 我们先来点难度的 对对对 不能完成 没有说不要 不能都可以 你在你这边想一想 你老公怎么能买 你怎么怎么办 你怎么怎么办 一会儿吧 我给你站那边拿铁子上铁子 把鸡按钮带 不要木头板子 我们不要木头板子 就是要有难度的 那也像这个 那这边站不着 就这个 其实这上面也有个小板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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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的问题 咱们现在拍牌 然后你上去 同时进行问 然后还有呢 就是我自己的选题了 我拍了一个环卫工人 其实环卫工人 我们每天早上都可以看到 因为他们在清扫见到的时候 正好是我每天送我女儿上学的时间 其实真的是每天都能看到 但是让我特别有感触的一点就是 他们在拿这个扫把的时候 是有很很讲究的一个说到的 是需要这个左手是怎么握 右手是怎么握 才能使到一个最巧的一个巧劲版 接到清扫清扫干净的 这个问题是我从来都没想过的 因为我觉得只要 这个工作把接到清扫干净 然后保证城市的这个整洁就可以了 但是没想到 其实在环卫工人背后 在默默地付出了很多 从这一个扫把当中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边熟一熟一条 首先有一个欢迎仪式 然后介绍一下 欢迎体验 你们是叫市容管理 对不对 我这啥也不用说呗 正常的交流啊 正常的就是跟 正面 然后交流 欢迎反 然后好 第一个那个 第一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 第一项任务是基嫂 陈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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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你负责的路段是哪儿啊哪儿 然后就现在赶紧出发吧 时间 可以看一下 给自己加个戏哈在这儿 把戏列时间也到了 快要赶紧出发了 来 把戏车也到了 快要赶紧出发了 来 Everybody 谈起这位有着丰富录制经验的导演 主持人艳林也有许多话要讲 首先这个导演也是我们的 节目的高产导演 朱立军 然后也是非常成熟的 很有经验的 跟他出差就一个字 累 这种累吧 不是说心累 他呢就是会把很多事情都想好 安排好 但是这种累呢 其实就是单纯的身体上的 原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出了一趟门 帮助了两个委托人 我跟你说一下 我们大概每天的行程 第一天是早上的时候 从长春坐飞机转机一趟 到了当地 然后到了当地之后呢 直接开始拍摄 我们就去见了委托人 然后第一天是晚上十点钟 我们回到了酒店 那天也是特别累 那两天状态不好 然后就倒头就睡了 十点钟其实是挺晚的 对不对 第二天 十二点 回到酒店 第三天 一点回到酒店 然后第四天 我们忙完了 就是拍摄完了下午 决定往回返的时候 我想 就是那天应该是 也是转机 晚上原计划是十二点 我就到长春 我说太好了 十二点 一点 回到家 是吧 前一天反正也是一点钟 零时一点 特别激动 特别开心 第四天的时候 因为航班天气的原因 延误了 我们是在机场等到了 三点多 将近四点登的机 然后快五点钟起飞的 所以这一趟出差 就是特别特别累 一直都没有休息好 当然这个 其实也是我们在路上的一个常态 然后艳屏导演 他的这种临场的决断能力 是非常强的 如果说遇到一个情况 可能有的时候我们 我可能就会 那有时候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没有想法 没有主意了 但是他就会知道 那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让我们一想 可以 那就走 他是这样的 情路十分 给你台前喝彩 幕后精彩 看了这么多台前幕后的精彩花絮和故事 你也没有对本期节目充满期待呢 完整故事 现在今晚21点15分播出的 好久不见